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殷英月Johnson 今天是2020年2月16日 武漢肺炎疫情继续肆虐 全国、全世界都是缺口罩 我也是决定转行 我特地在内地引入了一条口罩的生产 我回到家,和全家人一起 齐心协力去做N95 希望可以帮到我们的国家,帮到澳门 做口罩最重要是要有材料 当然要有相当的机器 当然要有人力 首先要搓面罩 接着就要给一位熟练的工人 将它压平 总共要压三次 这样才可以将那些材料平均搓匀 接着就可以入馅等等的程序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已经做了搓匀 放入蒸炉里面 好了,经过很多工序之后 现在到了N95最后一个过程 原来真的要蒸 你看看 每一个N95都可以蒸 而且是可以翻蒸 但是只可以蒸两次 不是无限蒸 经过我们一家人 整个下午的努力 终于成功将N95的生产线 复制到我们的家 待会看到厨房梭 头发都湿了 知道搞了多久 N95再给大家看一次 这个就是N95 刚提醒 最重要是剝开一张纸 是不是很像呢 做一个N95 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好了,今天就 因为星期日 纯粹搞搞笑 亦为我们自己 澳门或者国家的抗疫 打打气 大家捱他 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打赢 这一场仗 不用用N95 是吃N95 好了,差点就不记得说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和分享给朋友 还有也可以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就要吃N95了 是这样,拜拜